近年內地客來說 輕轉到郊外游山換水 貝澳營地更吸引了不少過夜旅客縮一笑 星期日就見到營內搭滿過百帳篷 當中有近三分之一都是內地客 由於營地正設有54個獨立劃分的營位 需要預先一個月網上預約 所以大部分內地旅客 都在不設劃位的營位搭帳篷 其中來自深圳的許先生 趁五一假期 一行七人來港旅遊兼露營 他說見到有幾十人的內地旅行團 過來窄營過夜 因為我看到有導遊在 就是拿著大聲公仔 我想應該是旅遊團體 亦有旅客表示 來港救物已經不再吸引 購物在購物都會有 沙灘不一定在購物都會有 就是覺得香港有什麼景點吸引一點 就是墨里很厲害 山山我覺得都不錯 清潔和安全 還有相對比較好的服務設施 康民處的條件都設得不錯 這邊景色挺美的 然後也挺自由自在的 這一次就是來這邊 來感受自然的風情 他說營地晚上 聽到一家大小說普通話好普遍 更加說體驗港式露營 也有一番風味 我是TV東網電視新聞台的報導